众说蓝潭风云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 NBA知名记者沙姆斯·沙拉尼亚最新报道 多名接近胡人队的消息人士证实 勒布朗·詹姆斯与主教练达尔文·哈姆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分歧 詹姆斯向胡人队施加压力传递出信息 表达了换主教练和交易全明星空位的要求 胡人队面临着本赛季最大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胡人队战绩17胜18负胜率低于50% 排名西部第10 而且随时有可能被第11的勇士队反超 爵士队和辉雄队也在全力以赴争取打进附加赛区 另外胡人队主场输给缺少吉米·巴特勒的热火队之后 詹姆斯在更衣室里的举动表现很不寻常 向胡人队管理层传递了某种信息 现在胡人队的挫败感与紧张氛围 与主教练的阵容轮换不断改变有直接关系 詹姆斯与戴维斯也表达了这方面的不满情绪 我和胡人队记者乔万·布哈进入胡人队更衣室 正在采访戴维斯的时候 詹姆斯表现出了极不寻常的行为 沙拉尼亚说道 尽管詹姆斯与戴维斯的衣柜紧挨在一起 可詹姆斯没有和任何媒体记者接触 穿好衣服就离开更衣室 没有说任何一句话 我们需要与球员交谈沟通 詹姆斯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与媒体打交道 所以对我们来说 当詹姆斯什么也不说就离开时 这传达了詹姆斯现在的感受 乔万·布哈也认同沙拉尼亚的说法 詹姆斯的这种反常行为 既表达了对哈姆的无比失望 又向胡人队表达了没有尽快改善阵容的不满 詹姆斯对胡人队的阵容感到沮丧 胡人又是一波连败 根据胡人队内部的说法 哈姆坚持恢复之前的首发阵容 詹姆斯 戴维斯 拉塞尔和里夫斯 都很难接受这样反复的折腾 胡人这个赛季已经用十套不同的首发阵容 过去三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都不一样 沙拉尼亚说道 胡人队球员至今都不清楚 固定的首发五名队员是谁 由于阵容相当不稳定 詹姆斯和他的团队感到越来越厌烦 哈姆反反复复改换阵容轮换 就连詹姆斯都受到了巨大影响 其他球员就更难适应 哈姆则将问题归咎于伤病 他说道 我们必须保持健康 一旦我们恢复健康 就能找到有凝聚力 可以互相配合的轮换阵容 当球队里总有人遇到伤病的时候 几乎很难找到节奏 詹姆斯和戴维斯并不认同哈姆的看法 戴维斯在更衣室里直接反驳了哈姆 球员受伤缺席并不是借口 我们没有任何借口 就像主教练自己说的那样 我们有足够实力赢下比赛 戴维斯说 这番话的时候 哈姆就在更衣室里 这等于是当面驳斥了哈姆 为输球找的原因或借口 哈姆将拉塞尔和里夫斯都放到替补席 首发阵容除开詹姆斯 就找不到第二个可靠的持球点 最近这段时间 詹姆斯感觉打得很艰难 输给热火队之前 詹姆斯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这段时间可能是他职业生涯最疲惫的时候 也是打得最不舒服的一段赛程 沙拉尼亚刷说道 这就是源于哈姆的极端轮换和阵容调整 胡人未来11场比赛有9场在主场 如果这段时间 胡人队无法把握住机会将会相当艰难 从1月28日到2月29日这一个月时间里 胡人队14场比赛有10个课场 常规赛最后11场比赛有8个课场 可以说 胡人队到了最严峻的危机关头 詹姆斯明显提前感受到了危机的存在 这也是他公开向胡人队传递出 尽快做出改变的原因 詹姆斯认为 胡人队这个状态再不改变 很可能无法打进季后赛 沙拉尼亚表示 詹姆斯表达的态度很清楚 胡人队需要更换主教练 并通过交易升级空位 只有通过这两个动作 才能扭转胡人队的势头 胡人队管理层 必须尽快落实詹姆斯提的这两个要求 否则本赛季恐怕会提前结束 詹姆斯和戴维斯都相当重视这个赛季 他们认为这是詹姆斯职业生涯 赢得第五座总冠军奖杯的最后窗口 沙拉尼亚说道 詹姆斯已经过完39岁生日 谁也无法确保他40岁 是否还能有这个统治力 截至目前 NBA新赛季的赛程已经过半 在竞争激烈的西部 依然呈现出两极分化 像雷霆 森林郎 绝金 快船已经成为西部的第一集团 他们领先第五的国王 多达4.5个胜场差 并且这四支球队 几乎没有多大的弱点 阵容均衡 而从第五的国王 开始到第八的独行下 仅仅只有一个胜场的差距 包括第九的胡仁 到第十一的勇士 其实差距也并不大 还在可控的范围内 这无疑让西部的后半区 在赛季剩余的常规赛中 竞争更为激烈 而胡仁 勇士都期待在交易截止日前 达成重磅交易 改变球队的现状 著名记者阿米克证实 胡仁仍是穆雷的热门追求者 遗憾的是 老鹰管理层 坚决拒绝接纳拉塞尔 与此同时 胡仁基本上 退出拉文的竞争 据胡仁随对记者分析 如果仅用拉塞尔 去交换布罗格顿 或丁威迪这种级别的后卫 对胡仁来说 没有交易的价值和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拉塞尔 在最近半个月手感火热 打出一流后卫的效率和数据 但在胡仁管理层的心目中 李福斯对于球队的重要性 远超拉塞尔 换而言之 李福斯仍然是不可出售的球员 胡仁管理层 在李福斯上毅然决然 很可能导致木雷交易的破产 众所周知 胡仁在季中 锦标赛之前的状态非常喜人 以至于外界真的以为 他们凭借现有的阵容 足以去竞争总冠军 但随着赛程的不断深入 胡仁的战绩开始下滑 目前已经来到了西部第九的位置 距离跌出附加赛 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胡仁战绩的下滑 也让球迷逐渐看清 拉塞尔和李福斯组成的后场 完全无法抗衡绝筋 快船这样的后场强队 如果胡仁想要在本赛季 继续追逐总冠军 那么通过交易来补强后场 是他们必然要进行的事情 胡仁管理层对于球队的情况自然了解 佩林卡在自由市场上也十分活跃 但奈何手中的筹码太少 目前还没有合适的交易方案能够选择 在胡仁目前能够使用的筹码中 李福斯是最有交易价值的一个 他在上赛季打出了身价 俨然成为了胡仁后场的未来之星 李福斯在休赛期选择以四年5400万美元和胡仁续约 也是人情为拉满 算是报答了胡仁的知语之恩 虽然李福斯的成长非常喜人 但不可否认的是 目前的他还完全达不到全明性的标准 他在进攻端比较有灵气 但防守端是个漏勺 身体天赋的平庸 决定李福斯未来的上限不可能特别高 而他在之所以名气越来越大 无疑是在詹姆斯身边打球 且抗住了外界的压力 加上洛杉矶的曝光量 他也享受着联盟球星级别的待遇 但是如果将李福斯换个队 可能情况可能会截然不同 毫不客气的说 李福斯虽然能力不错 但是防守上存在缺陷 并且目前还不具备改变对手 防守体系的影响力 想当初 欧文想要从布鲁克林离开 胡人与篮网也商讨了关于欧文的交易 但是胡人方面坚决不出 李福斯一度惹恼了篮网管理层 最后白菜价将欧文送到了独行侠 现如今 在穆雷的交易中 胡人管理层顾忌重施 穆雷本赛季场均可以拿到 21分4.8篮板 4.8助攻 1.4抢断的明星数据 作为马斯出品的优秀后卫 穆雷的技术成熟度 和战术执行力相当出色 相比于李福斯 穆雷有着更高的的防守 组织以及三分球产量 如果能用他代替李福斯 成为胡人后场核心 大概率可以帮助胡人 重建争贯竞争力 但李福斯仿佛是胡人的逆临 任何交易 只要涉及到李福斯 胡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拒绝 从当初的欧文 到如今的穆雷 李福斯的交易价值真的高到 能匹配这些 正处于巅峰的一流后卫吗 而毒蛇认为 胡人之所以不愿意交易他 无非是还坐着用 拉萨尔巴村雷选秀拳 去交易卡培拉 穆雷的美梦 但只要稍微动一动脑子 就能明白 胡人这种想法 是不切实际的 无论如何 胡人想要继续争贯 就必然要改变现在的阵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胡人最有希望交易到的 就是老鹰的穆雷 他攻防一体 并且能够持球的特点 非常适合现在的胡人 而穆雷本人 也希望前往洛杉矶 联手詹姆斯 如果胡人交出李福斯 这比交易达成的难度不大 如果他们一味地选择 保护李福斯 有可能错失 最佳补强的时机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